酷漢和弟弟 连续七年获得慈祭奖助学金 一路陪伴这对兄弟长大的 黄秀萍很欣慰 或许我们付出了一点点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进步很多了 七年时光仍然 回到酷漢父亲还在世的2015年 当时他因无法负担洗肾费用 而接受慈祭帮助 然而隔年还是因病重不幸往生 职工每个月给予补助 让年幼的兄弟不因此辍学 父亲往生后母亲又不告而别 收留了他们 从十岁开始 酷漢就到农场打工 弟弟也会打理家务 兄弟俩一直都是 姑姑眼中的好孩子 兄弟俩是马六甲奖助学金 661位得奖者的其中两人 慈祭这份爱带给贫困学子的 不只是实质帮助 还有精神鼓舞 这个助学金除了可以帮助他们的经济 其实也是一种动力来的 这种动力就是鼓励他们向前冲 改变自己 然后让他们有这种目标 助学是一股爱的推动力 让有心读书的孩子 踏稳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达新闻吕佳佳黄秀锦黄服务员 马来西亚报道